师父说的那些佛陀故事 三位孩童供养佛白猪的果报 无量节以前 一切度佛于世间弘扬佛法 一日佛陀一切度佛 和弟子们出外托波 遇到三位穿着华丽 正在路边嬉戏的孩童 他们看见佛陀及仲比丘 庄严的相貌余威以后 心生欢喜 想要发心供养 于是站在两侧的同伴 问中间的孩童说 我们手边没有香花 要用什么供养呢 这位中间的孩童说 我们可以取下帽子上装饰的白猪 用来供养佛陀 于是孩童们分别取下帽上的白猪 接着中间这位孩童又问两旁的同伴说 你们心中有什么愿望 其中一位说 我希望未来能像佛陀右边那位比丘一样具有智慧 另一位孩童则说 我希望未来能像佛陀左边那位比丘一样具有神足头 站在中间的小孩则说 我希望未来能像佛陀一样成就佛果 当时天上有八千位天子 共同赞叹三位孩童的发心 祝福他们随心满愿 于是 三位孩童来到佛陀面前 恭敬虔诚地以白猪供养 并将白猪洒落在佛陀身上 千二位孩童因发愿 未来成就生闻果 所以供养的白猪落在佛陀的肩上 中间这位孩童则因发菩提心 欲成就佛道 所以白猪落在佛陀顶上 并且变化成由珠宝编织串联而成的宝盖 宝盖上还有一尊小佛像 释迦牟尼佛说完这个故事后 告诉摄利弗 站在中间的那个孩子 是我的前身 右边那位是你的前身 左边那位则是木剑连的前身 接着佛陀释迦牟尼佛又说 摄利弗 你们当初因畏惧生死流转 只想出离三界 了脱生死 所以今日只成就 声闻果报 而我因发无上菩提心 今日终于成就佛果 故事出自阿舍士王经 卷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知名